欢迎收看小高 全红蝉忽然晒出几则和有人同有鬼屋视频 视频中 全红蝉和一位身形高大的黑衣帅哥一起去鬼屋探险 两人举止颇为亲密 男子的身份也引发网友热议 随后网友扒出 这位黑衣帅哥不是别人 正是王俊凯 全红蝉晒出勇闯鬼屋系列分为好几集 第一集里一身灰色衣服的全红蝉走在前面 一身黑衣的王俊凯则走在后面 虽然乍一看是全红蝉在前 但全红蝉全程小心翼翼 王俊凯则十分淡定地走在后面 很显然王俊凯一点都不害怕 其实早在两人进入鬼屋之前 便有网友偶遇了王俊凯 路人的抓拍中 王俊凯的穿搭和全红蝉视频中的黑衣男子穿搭完全一致 一位网友也爆料自己买票时偶遇了王俊凯和全红蝉 对于王俊凯和全红蝉一同去环球影城 网友十分震惊 双方的粉丝都质问 两人都这么数了吗 的确 王俊凯和全红蝉虽然认识 但确实算不算太熟 两人初次相识 是在八月份电影刺猬的首映里后台 全红蝉晒出和王俊凯的合影 并爱特了王俊凯 夸奖对方有点帅 两人还在评论区互动了一番 9月21日王俊凯生日 全红蝉还特意发微博为王俊凯庆声 两人又在评论区互动了一番 除此之外 两人并没有其他互动 全红蝉和王俊凯作为公众人物 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 尤其是全红蝉回趟家都被围得水泄不通 任何互动都难逃网友法眼 所以在网友看来 全红蝉和王俊凯只能算是点头之交 没想到两人熟到可以一起去鬼屋玩 不过从两人的互动来看 王俊凯和全红蝉确实不算熟 他全程十分绅士 但很有边界感 比如王俊凯安慰全红蝉的时候 想要拍拍全红蝉的背 手却没有挨到全红蝉 全红蝉害怕的时候躲在王俊凯身后 王俊凯也没任何表示 相对于王俊凯的边界感 全红蝉的举止却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在勇闯鬼屋第三季 全红蝉走在前面忽然吓得回来 并抓住王俊凯的手 但王俊凯很快下意识地甩开了 之后全红蝉被吓到了 一直躲在王俊凯身后 最开始他只是拽着王俊凯的衣服 之后越拽越用力 王俊凯的衣服被他拽得已经彻底变形了 全红蝉粗鲁的行为也引来王俊凯粉丝不满 因为粉丝吐槽 全红蝉把王俊凯的衣服都开扯掉了 还有粉丝表示 不是认识没多久吗 这么熟吗